大家好 欢迎回到《芒向》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次我许珊 另外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助赞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这个已经流亡了的前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 现在在英国一边申请政治庇护 一边找些东西搞也挺好笑的 有什么可以搞呢 现在英国除了申请政治庇护之外 要么你就回香港 要不然最多只是搞些无谓东西 其实看到现在最新是要搞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叫什么呢 简称ICHKA I for什么呢 就是Independent 就是要港独 要独立 挺有趣的 我觉得它搞这个组织的背后有什么阴谋呢 其实就是你如果看不到什么迫切性的危险的话 英国是不会批准你的政治庇护的 当然它被特区政府在通緝中的 叫他做人回头试案的 不算够危险吗 但英国那方面它倒转地看 我们看到有些黑暴妹为什么他们的政治庇护不批 或者为什么不行呢 就是说 咦 你能够拿着特区护照离开香港的话 那有什么危险呢 是啊 没有危险的 这个钟翰林也是拿着特区护照离开的 他照道理也没有危险的 你也可以说罗冠聪有得 记住 此一时彼一时 现在想把你这些人渣 这些人渣就不要留那么多在英国 因为已经收够丑了 那就搞笑了 如果你弄一个这样的港独组织 如果引起国安署那方面 就要通缉他或者高调 双差他 那就可以增加到他在英国留下的乘数 很好笑 他弄了一个组织 都没什么人理 没什么人知道 为什么他想掀起到有人知道 所以用了一条路子也挺有趣的 是什么呢 搞了一个组织之后 就说有一日几千至一万次 不等大量俄罗斯和中国方面的IP地址 来攻击他们的网站 这还为什么呢 很平常的 攻击还有 不知道是不是的 你说而已 你说是就是了吗 不是也是 老屈人 分分钟希望藉此 争取更多的课金 我估计 想告诉大家 他们自己很受到中国方面的关注 害怕了他们 老实说 害怕鬼 你连一个自己的网站都捍卫不了 都会受到黑客的攻击会崩 请问你怎么搞港独 搞不了的 说什么鬼独 你说就行 只有一把口说 现在他就在说 你连网站的攻击也受不了 如果你这些是网路上才是数码化的攻击也定不住 你要去到什么港独 还是怎样独立的话 即是要明刀明枪的话 对吧 你要港独的话起码也要上战场作战 请问你打什么呢 你拿什么打呢 没什么打 打一条帽子 是乱泥 根本只有一把口说 这个人 你自己离开了香港 是没有了影响力的 照计就 那很好笑的 他自己说 这个组织是想搞什么呢 或者怎样组成呢 因为台湾很喜欢说他们是一人组织 真是一人而已 正常的 有什么搞的 不要玩了 这么大个人 再做一些这么笨的事 如果是正常的话 就应该要做一些正常的事 就不能在那里搞搞震 搞什么的 就明显就是他现在呢 他自己是最担心 就是争取不到这个政治庇护 争取不到呢 就很大件事了 那他可能要再回香港蹲监的了 那他不想蹲监 所以不停地做一些事情出来 一方面可以赚钱 另一方面呢 就是要告诉特区政府 他是有危险的 特区政府会对付他的 继而能够可以争取到这个政治庇护 这个人目的也是这样的 一看他就知道 就做不到什么 搞不到什么出来 如果这个时候 还要谈谈港独等等 基本上一想都知道 不用看都不可能 再加上你这副专容 和你的班底 就这样得虾兵蟹掌都可以 他谈话 我们先听听他的鸡棚是怎样 他约有十几个海外港人 就说搞了一个这些叫做自决的组织 提倡就是英籍港人 在基于这个联合国的宪章 公民与政治权利的盟约下 是拥有住民自决的 离开了香港人叫香港的朋友去搞自决 这些什么自决派那些 朱凯迪 刘小丽那些 这些都散了 还说自决 你把最旧最旧的东西拿出来翻炒 这些人不只读书 还要抄书 真的 他照抄都敢死 不过很惨的 你看他现在可以做什么 除了搞这些组织之外 他连找份工打的机会都没有 很可憐的 我都不明白 这个傻子去英国干什么 是没有出路的 还要搞这些事情 其实他的目的就是什么 就是希望特区政府再加控他 在海外搞港独 如果特区政府不加控他那怎么办 可能就会夹死 英国就不批他政治庇护 他自己就无可奈何 可能会被遣返 我相信他现在最担心就是这样 我猜也是 不过我觉得他太夸张了 他说俄罗斯和中国的IP地址都参与其中 他的意思是否想说到 中国觉得单凭一国的国力 都不够要堆垮他这个网站 要找俄罗斯 要跟普京说声 普京啊 这次不行了 这个中汉林就去了 很厉害 英国那边搞港独组织 我们科技的专赛都不够 可不可以帮帮忙 虽然我都知道你和习连斯基那边 在打紧 难分难解 因为我们都害怕了中汉林 可不可以派回一万多千人去 堆垮他的网站 我只是连他的网站的威力也太大了 不会吧 不会吧 哪有人理他 他说这些网上的被攻击 这些攻击很平常 我自己做IT就经常遇到 这些攻击呢 不是说有心针对谁的 通常是可以说随机去抽样 肆无忌惮地攻击不同的网站 或者伺服器之类 是经常都发生的 通常会是什么地方 是什么地方都有 中国 美国 俄罗斯 甚至乎很多非洲国家 尼日利亚这些国家 都有可能是攻击的来源地都未定 所以他这样说 我认为就是乱说24是老屈的 得鬼闲理他 没有人在意他英国做些什么 他借提发费而已 完完全全就是这样 他是不是自己开了伺服器出来 因为发觉经常都手机 或者经常都不知怎样的 又要再关机再开过的 就看到有什么IP入侵 甚至乎是否完全没有这件事 因为老实说 现在这个年代 你整个网站 都不会说 我自己起台伺服器 就是在家中 或者在办公室 通常都是外判其他地方搞的 不用自己管理 很烦的 所以你说自己的网站被攻击 我不知道你攻击什么 你用哪一间公司 为什么会有攻击这个问题 一般来说 可以管理和主持这些网站的公司 他们自己本身都有很完善的安全系统 照道理 没有理由令到客人都要担心这些 不过他说他自己有 但是他自己说而已 根本我认为是没有这回事 更坏地说一句 我们留意社运那些 你都不是爆这一件 什么受到攻击 我都不知道原来你自己 这么威猛 做了一个叫ICHK的组织 来争取港独 还是怎样 好笑的 他说要重新推动港独的议题 对呀 又这样那样 就让长远未来可以改善得到 我都不太明白 连你自己都还没办法 你怎样去港独 我都觉得很令人废解 所以为何连他们这些同路人都不出声 去帮他宣传一下这些东西 还是怎样 好心理 这些垃圾 没有同路人的这个人 你看起来没有人和他声援 他真是自己做自己的事 一个人的组织 而且这个组织在哪里 没有的 是没有的 连一个地址也没有的 可能他在网上开了一个群组 或者开一个专业就是这样 所以你常说什么叫住民自决权 你说香港现在还没有人说要说自决那些 这个基本上是伪议题 他有一个叫Rex的人 跟他一起都是联合的创办人 我估计整堂东西都是他们两个 痴痴呆呆呆呆呆呆 那还好笑 他说 我不知道我们算不算 他说现在出现了大量针对中汉林的抹黑 和指控 很多这些文章 你说我们什么蜥蜴仔 什么蟑螂 什么蟑螂 我看到很多人都在社交媒体留言 他说你是蟑螂里面的英雄 什么卖国贼 你是杭买 很多人在网他这些 如果你当这些都是网络攻击的话 你真的是一个出雷拔萃的奇人 绝对是 现在无论说什么都好 他都会当成是有人对他的攻击 或者抹黑 但这些严格来说 算不上抹黑呢 我自己就不认为抹黑 因为你看他做的行为做的事 根本都不正常 是不是 你正常人 这个人还是很年轻 蹲完牢 出来 改过自身 找一份工 才过回正常生活 他不是的 你自己是受到这个承教署的监管令 但是呢 就去了英国寻求政治庇护 然后呢 就把这些所谓的一人组织出来 希望 值此就寻求多些捐款 其实就是网上黑钱 你现在做一些黑衣的事 那别人批评你很正常 是不是 那就叫抹黑 所以我不认为抹黑 而且很好笑的 他摆了一张他搞了前的什么 反对23条的集会的照片 他拿着咪 踩着 北区的驱旗 后面有些奇奇怪 就拿着那些光时的旗 拿着那些牌 做了他的人育报警版 他就当了自己 很有组织能力 自己拿着咪 一声号令 就个个都支持他 这些人 还没睡醒的话 虽然他用一个着草的形式 离开了香港 违反了监管令 但他以为自己是民族英雄一样 这些人 真的留在香港 都没有什么意思 我都看到摇头探色 还有这些奇奇怪怪出现 不如怎么也好 暂时就先说到这里 都是得淡笑的 这些鸡棚 真的太过弱鸡 你弱鸡到是找不到钱的 找不到 没人理会他 最惨的就是 很愚蠢 自己又做了些猴子 都不知道为了什么 你这么大个人 都叫成年 虽然年纪不算大 但叫成年 做了些什么低能的东西 都不知道为了什么 最终他的支持 就只剩下 在网络上的支持你 什么什么的 但实际上 支持你 给钱 那些 我想也不会有 没有人认识他 今集就说到这里 好吗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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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